供给癌术后会复发吗?张群昌,西电集团医院妇科主任医师 供给癌既然它能转移,它的癌细胞也可以早早的随着血液或者淋巴到另外的区域去 这些区域的癌细胞呢,如果它继续的定位繁殖增大 它就在一定的程度就能被发现,然后就成为转移或者是复发 半年以后发现的新病毒都叫复发 半年之历的毒胶胃控或者是转移造 宫颈癌呢,如果说我们做了治疗,一般的治疗方法是手术或者放发疗 在手术或者放发疗以后,半年以后 我们如果说在原位或者是在远处脏器 我们发现了能通过影像血或者是一般的复刻检查能发现的冰灶 这个就叫复发,复发率呢,要根据初死治疗时候的临床 我们从区别初死治疗时候发而易之夜 这个供颈癌对于我们治疗的反应来决定 这个发生率不能一概而定 专家提示 1.癌细胞随着血液或淋巴到另外的区域去 这些区域的癌细胞继续定位白质增大 称为转移或复发 2.如果做了治疗 半年后在原位或在远处脏器发现病灶 叫复发 3.复发率要根据初始治疗方案 以及供颈癌对于治疗的反应来决定 不能一概而定 2.百年称 1.肯定编列